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像卡片的东西 箱头还有一个灯号图案 把灯号立起来 也想到这个部位真的发出微月的光芒 原来这里头暗藏了LED呢 透过雾面的塑胶板发出微光 这种照明非常好用 比方说摸黑角临前的时候 还有辨识钥匙桶的位置型 甚至还能把它摆在床头 光线不会太亮 又能让人在黑暗中有安心的感觉 这种LED工具只有三公里后 一颗面子就能使用100个小时 非常好用 三公里的革命也会变得很简单 很简单 绝对很可爱 接下来要介绍的不是双结婚哦 而是长得像双结婚的手电筒 把它放在手上旋转 它就会自动的点竿 操作方法很容易 旋转手电筒的时候 内存的齿轮就能发电 转个三三钟它就能量度五分钟 而且转动的过程也持续的在出现 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 就能够边转边提供光源 是很有瘦瘦的一种照明消息 另外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 现在有一种效明方式就安装在转合车的插板上 它同样也使用了LED光源 因为LED灯很方便对防水加工的处理 排动插板的时候它会发生闪光 在插板的前后左右照射就能够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在转发就能够提高行转的看车的 在翘олет买的顶部部团队上 我和我们有一个人的帮助 女士们的帮助